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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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小新身后的这辆汽车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呢 没错它就是咱们中国的红旗牌轿车 而中国的第一辆红旗牌轿车呢 是在1958年的8月份研制成功的 在家里面收看电视节目呢 已经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之一了 而中国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在1958年的时候研制成功的 而到了1970年 中国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又研制成功了 时间呢 来到了1970年 在这一年中国在航天领域呢又取得了两项重要的突破 第一个呢 就是中国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宏一号呢成功发射了 同时呢 中国的中远航空间的卫星实验也取得首次的成功 1971年 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发现了氢化素 而氢化素呢 对人类战胜月经做出了重要的弓箭 1973年呢 袁隆平等人在世界上首次的成功培育了 最强优势的先行辣椒水道 正是基于这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物品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刚才呢 小新带大家看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 那你知道新中国一次建成的最长的铁路是哪一条呢 那就是1995年建成的金九铁路 是从北京到香港九龙了 而这条铁路呢 在1996年的9月份正式的开通运营 小新发现与以往展览不同的是 此次成就展是按照年代线性逻辑展开的 进入展厅就像是走进了时光隧道 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被唤起记忆深处的共鸣 目前展览已经对公众开放 想了解更多的小伙伴们 赶紧来打卡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